不是死刑 李铁处罚结果出炉 五大行进起底 贫穷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TV 近日李铁被抓249天后终于迎来了最新的进展 根据官方媒体公布 李铁已经转到六人间宿舍 开始牢狱生活 而且近日关于他的五大罪恶行进被起底曝光 根据官方消息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涉嫌受贿行贿 单位行贿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五大恶刑 现在已经被提起公诉 很快就会有处罚结果了 不过对于李铁最后的获刑结果 不少人都认为李铁应该被判处死刑 才能警醒足球圈 但就目前来看 死刑是不可能的 根据明记冉雄飞爆料 李铁的案件经过了漫长的审查阶段 并且已经上升到地级市中级法院审理 说明涉及案件比较大 涉及金额以及事件影响力都比较大 但从之前的反复案件来做参考的话 谢亚龙等人的案件也只是判了十年左右 李铁虽然是主犯 涉及到五个罪名 但死刑不太可能 毕竟只是经济犯罪 阮雄飞认为李铁至少会被判十二年以上 而不少球迷除了认为处罚太亲外也唏嘘 为何贫穷孩子出身的李铁在后边会走到这一步 李铁曾多次标榜自己并没有豪车豪宅 只有沈阳一套三居室 一辆十几万的车 更多的精力都在足球上 曾经的他为了自己的足球梦也抛头颅洒热血 不但攀登 职业生涯更是达到巅峰 退役后 李铁在李皮斯克拉里手底下学习先进的教练知识 金燕最终成为国家队主帅资格 可惜了 偏偏被曾经最不认可的方式毁掉了初心 希望他的判发结果能够给后来者警醒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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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